胡立猪热爱烹饪 每次吃到好吃的食物 对回家尝试烹煮 让家人品尝 麻辣香锅也不例外 我觉得很好吃 家里的人会喜欢 中地姐妹都会喜欢 我就会自己来试试怎样煮 立猪觉得在外头吃麻辣香锅 价格偏高 而且食材未必很新鲜 如果是购买那个味道的 我觉得很贵 不划算 好像那个猪肉 它购买你一百克三块 你去外面的市场买 一公斤肉最多给你十多块而已 而且它们是冰冻的 你去买一个冰冻的整盒这么多 想买五块多 一大盒 所以很多差别 有时那些肉也是有冰厨的味道 我很怕 前线跟随立猪到巴沙购买食材 看看烹煮一道麻辣香锅的成本是多少 立猪打算煮给七个人吃 肉是大概两百克 差不多三块钱 然后那个鸡腿 一个差不多快七 然后那个鸡腿 大概是两块多 然后那个油脉 差不多一块半 然后茄子也是差不多一块二 豆干八毛钱两个 莲藕也是差不多一块多 大白菜一块钱 Sodong两百克 差不多三块而已 面啊 因为我买整条的 整条有十片 所以两片大概是差不多三毛钱而已 午餐肉 我买了一罐两块八毛半 可是我只放了一半 马铃薯六毛钱 那个辣椒这样我买 一罐是两块八毛半 我只是放差不多一块 辣椒干差不多五毛钱 差不多八十左右就可以吃 差不多整十个人了 立朱说如果出外吃麻辣香锅 点两人份也要大概十五元 但是在家里煮 二十二元就能吃十个人 一个人才两元 当然这不包含人工费 日日红麻辣香锅的老板之一 毛从方说 麻辣香锅的成本偏高 主要是因为酱料的成本高 以及需要聘请专业的厨师 来炒麻辣香锅 厨师的薪水也较高 月薪约三千元 因为麻辣香锅这种 它都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性 才可以做的 炒到这大锅 它一定要有专业的水准 还有因为我们酱料 大概都有二十多种那种香料 成本蛮高一些了 我们每天一个礼拜都要去做 差不多做一次那样 算下来也不便宜了吧 我在新加坡香料都很贵的 只要是做酱料 一定酱料都很 那种酱料成本都很高的 每家麻辣香锅店都有锅底的独家秘方 所用的香料可达二三十种 有些业者还加入了药材 使成本增加 麻辣香锅里面所用的那些食材 例如那些药材 还有那些调理身体的食材 都会比较昂贵 除此之外 一个好的麻辣香锅 就很考师傅的那个炒工的锅里 就是有那个锅气 所以一个好的师傅 会需要几个月的训练 才能炒出一个好的麻辣香锅 立朱说 如果对烹饪没兴趣 要在家里自己学煮麻辣香锅 确实有些挑战 但对于喜欢烹饪的他来说 一点也不麻烦 比较难熟的好像马铃薯 木耳这些 去煮先 煮给它软的 然后我会拿起来 然后那些青菜这些 再一次也是煮一下 就捞起来 放在一边 给它沥水 然后我就准备那个锅 放油 放蒜蓉 辣椒干 然后炒炒爆香 然后我就下那个麻辣香锅的那个料 现成的 放下去煮 炒炒香的 我就把我腌好的那些肉啊 虾啊 放下去炒 炒都要熟了 然后我就把那些 我已经煮熟的那个菜啊 马铃薯那些炒进去 然后炒给它均匀 从准备食材到上桌 立朱花了大约两个小时 家人觉得立朱烹煮得出 专业香锅店的味道吗 味道会差蛮多的 在家里煮就比较少油 就比较 感觉比较健康啦 外面可能火候不一样 所以味道都不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啦 我们家里可以自己调那个味道嘛 外面的有时候太油啊 太辣啊 太咸啊 没有酱油 但是来 但是来材料比较新鲜 我们发现超市有卖 就类似麻辣的香料 家庭主妇可以在家里炒一个肉 炒个菜 但是我觉得它少了那个握器 握黑 就是只能在比较大类型的厨房 或摊位可以煮出来的 也要烤师傅的厨艺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还是会出去去选择 因为有些时候那个香料 我觉得在那个香味 那个辣度是在家里煮不出来的 现代人注重健康 飘香麻辣的总厨也多方尝试 尽量做到少油少盐 真的麻辣东西要有油 才够好吃 因为它们是油做怪 它会比较辣 我们不是油做怪 我们是酱做怪 就是酱的东西 它够辣够辣 少油 最近几个星期天气转凉 吃一碗又香又辣的麻辣香锅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至于是出外吃还是自己煮 就看个人的口味和厨艺了 跟着这两位年轻人走一趟单容八个 看看他们怎么推广这一带的建筑遗产 我们下期见